每日心灵广播体操 开始 你今天吃的什么 这个400克这种叫鸡牛肉吧 也就是鸡胸肉 其实它是切成一条一条的 然后再就是这个一斤12%脂肪的牛肉 还有6个鸡蛋 最后就是一袋沙拉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今天是这个练腿 就没有那个其他的高强度 因为已经比较累了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谣言的这个设计有很强的这种技巧性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这个泰国的公寓和别墅 它的这个价格是几乎是一样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踏实的去做具体的货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完全不讨好这个顾客 有点不好意思 你今天觉得最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 怎么讲就是有时候又开始刷邮件 就这样 不行就刷邮件 你未来想做什么 思考怎样去帮助这种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这种行业 每日心灵广播起操结束